2020台北时尚周正式登场 时尚周是时尚界期待了数十年的盛会 它很年轻 努力迈向国际规格 我们正目睹着台湾时尚的新起点 台湾的时尚产业 其实具有非常大的能量 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建立起来 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台湾时尚被全世界看到 那么走上全世界 是很高兴是说台湾它台北有这个台北服装 那我觉得后面要做得更好 很起喜它是越做越好 面光有没有比较 脸比较亮一点 我觉得很干净 对啊 很干净 然后我会 好啊 如果拍起来不会爆掉就好了 会不会太亮了 那记得那个要扎 时尚是很残酷的 因为它必须要拿出一些最新的东西去吸眼球 所以你看起来它这么的美丽而精彩 可是最残酷的事情就是这些漂亮的东西半年之后 然后它就会变酷尘 我觉得时尚之后还蛮刺激的 可是你这样走不会踩到吗 不会不会 好好好 我不会扮倒但是加减会踩到一点固 我们昨天也是三四年来回去对象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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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其实在后台看起来好充容 没有 其实非常的紧张 先请哦 很难说 好好看哦 Oh my god 超好变的哦 我自己逼得搭耶 在色彩上面来说给我们更大的感动吧 对 所以就是从印花里头最后是截取到了色彩 比如说是大自然里头的岩石的颜色啦 青苔的颜色啦 石头的灰 天空的灰 一些厚跟青的 然后实体的布料跟薄透的素材的运用 二三十个模特儿 然后最后的一个羡慕回来 然后后来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其实是百感交集 最后那一刻其实我有点感动啊 就是一点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其实我有感动到 好 拜拜啊 等一下再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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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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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早很紧张 就是因为我们七点就来彩排 就是一直都是最紧绷的状态 就是马上会看到灯光怎么打 然后需要跟秀导怎么讨论 反正就让他们很轻松的移驾到那个地方 好啊好啊好啊 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好了 简单就好了 好啊好啊 OK 可以这样 我们准备开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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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西装的前片会连着帽子 然后那个帽子也是这次系列的整个延伸 过得很快 过得很快 25分钟过很快 就是第一个蛮有粗 然后要到一下子就要羡慕我这样 很快 我觉得 蛮满意的 还不错 自己说 自己说很满意 不错 来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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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感动的画面 就是 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幕 因为他们都是来看那个秀的人的 那个瞬间 这样 就算是一个 你一直想要发表的动力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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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的时装舟的局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功用在于 呃 带齐 当地人对本地的fashion的一种认同 我希望台湾人穿台湾衣 希望所有的设计师能够百花齐放 嗯 让更多的人一起 找到属于你自己喜欢的设计风格 挑战了好多的都有自己来讲的层面 办修的方式 秀里面的创作 衣服 model 我想打破所有的框架 对 一边擦一边 右手 对你再走 你这样走 你这样走 对 BB等一下我们出来 我们可以先擦手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再手的方出来 好 这样 为什么孕妇不能当model 或者是身高矮不能当model 对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他一定要model要怎样 所以我会找像BB或者一个酷毛理发厅 他们的头发这样 很像暴走足的 我也觉得那超酷的 我从小就不是玩Bobby长大的 也不是睡在部队里面 这次发表的系列还是秉持着Luxury Garbage的精神 全系列都使用二手衣物 玩具 耗材 组合而成 他不把他自己局限于就是那个线条 那个剪裁而已 我觉得他真的更像一个策展员 我们把袜子拿来做改造 其实本来还想要改造内裤 但是我先把它挡下来了 我觉得Justin实在是太猛了 我第一次看自己的秀 我第一次在前面看自己的秀 我第一次在前面看自己的秀 很感动 超感动的 就跟他们讲说 这场秀的羡慕是留给你的 对 说不是我 我说我不会出来羡慕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 没有他们 你做不出来啊 设计师 你一个人是能够做多好衣服 太棒了 Vicky姐 谢谢 太棒 美丽的秀 都很准 都很准 太棒了 我感到太感动了 真的 我听太棒了 美丽的秀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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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搞成这样 你等一下来喝茶喝茶 差不多 我到哪边就像一个送入口 这是我想 我想挑战 我想挑战这个法则 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其实模特尔这次的整体造型 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创作 因为小时候就很想花 害那个外星人 那边就拿掉假髮全都会勾掉 所以要全都可以 就不要拿掉了 就不要拿掉了 因为已经十点半就要进场了 就发现其实 服装的摆动 跟 模特尔整个 就是 他的整个肢体的状态 问题太多 因为那些亮片其实 挖了很多的一些手工 对 就是 就是在制作的时间很长 但是你要破坏它 其实只要几秒钟就可以 一来是不心疼 就是服装 就是一直在 扩损 然后另外一方面 是担心模特尔的安全 不要灯了 用这样的吗 不好拿对不对 不用提的好了 那这次在秀上就是 可以看到模特手上拎着这些包包 都是我跟台东的一些部落的 阿公跟阿嬷们 我们称之为VuVu 就是所谓的长老 就是他们 透过他们的 非常非常扎实的手工艺 而且这些工法都是非常非常古老的 然后透过他们的创意跟一些工艺 然后就是 搭配我的服装 我觉得出奇的意外的好 从我的童年开始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童年记忆在这次创作里面 包括就是外星人头鸦的那种造型元素 那再来就是 跟爸爸出海 看到那种海平面 波光灵灵的那种画面 所以这样的服装 就是其实它很难穿 然后就是 跟模特这边 经纪公司这边讨论 在换模特 对啊 三点多 半夜三点 尖门的那一刻 就是会不会觉得说 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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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验 再怎么丰富 上做尖门的那一刻 还是会有那种初心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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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国际上的纺织大国 布料是时尚创作的重要基础 结合台湾丰沛的创作能量 非常有助于台湾开拓时尚机能服装 这一块新市场 其实台湾的纺织业 从1950年代到现在 发展了70年全球 大概70%的机能性布料 是由台湾供应 我们或许也可以用一个方式来称这一群 也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对我们布料厂商来说 它也是多了一个可以提高价值 然后拓宽它的产品线的一个部分 然后设计师在这个部分 可以让它的商品可以更有独特性 所以双方应该都是会有越来越好的发展 那过去我们都是在计划面会协助设计师们 他们参加海外的一些展会 像是法国的Who's Next 或是纽约的时装周 今年应该是疫情是最明显的 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 可以跟国际在这边做多项的很多买组 同时间来看我们的商品的一个介绍 永续是国际时尚界的重要趋势 因为时尚是一个高污染的产业 台湾的设计师也非常关注 备受瞩目的新锐简军元 也以创作传达永续的理念 这次的主题是Starry Starry Night 那讲的是 其实是讲非真实的天空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到美国当教会学生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在美国看到了就是满天的星空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因为是因为光污染的关系 然后很多橙色灯光 已经就是遮蔽了这些的真实的天空这样子 服装的发展跟时代脉络背景有关系嘛 那现在因为地球的这个危机 所以大家开始觉得说 我穿服装的话 我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对地球造成不好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服装产业很污染嘛 在色彩上面呢 我用了就是银色 那我也用了红色 因为有一些霓虹的一个效果 我也用了一些线条 那在这些线条上面 我就是表现用像车子的灯光啦 这一次我也是用了一些的再生纤维 那同样我也使用了很大量的一些裤层的布料 这些的东西经过回收 但是呢 它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样子 好 那我去看一下后台模特状况喔 这个裙子改好了吗 这个怎么还在这里 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好好睡觉 尤其是就是我自己就会对很多事情都比较归毛一点 然后就会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它这件太皱了 有没有可能现在赶快开那个运斗 没有 没有在乎 赶快 赶快帮它开运斗 然后它赶快烫一下 如何就是刚刚其他人对他们反应还可以吗 都可以都可以 确定很好 我有帮你hold住 开始我来 好 好 太好先秀到 对 我都知道 它都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从剪裁上我也希望能够表现到说 我们到城市生活的一些女舞节 就是一些挣扎的地方 所以我在服装的部分 局部就做了一些扭结的一些效果 我也希望说消费者就是在穿着的时候 能够比较回归到我们以前 可能更珍惜一件衣服的产出 因为有时候人家会问说 你这是19SS吗 我就会觉得说 这是过季的东西 可是我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大家能够在看到服装的美的时候 也能够理解设计师其实他想要表达的一些设计理念 谢谢 谢谢 你会哭吗 没有 可不可以进去 你紧张大过去哭 我以为我会哭 面对国际发展成熟的各大时装周 想对年轻的台北时装周有着严苛的考验 他的未来究竟应该怎么走 虽然办了三次 可是我觉得媒体的曝光力 我觉得很少很少的 孩子的氛围 也让这个秀它呈现了不一样的气氛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要做 一直要做下去的话 可能 他也可能要是邀请一些国际品牌 如果你没有的话 他就不是一个国际性的品牌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TALENT需要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培育 然后更多的舞台跟空间给他们发挥 无论如何 台湾的官方与时尚圈都跨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尽管前路将艰辛坎坷 其实它已经是成为 把国家的力量加上所有的这个产观学界 大家一起重置成城才能够呈现出来的 让国内的大众们开始重新注意到就是 我们台湾有时装产业在 未来又有可能会逐渐地牵动 他们的消费的选择或行为 希望台北也可以成为 世界上重点的时尚城市之一 在政府跟国家以及大家全体的合作之下 我们相信台湾也可以走出自己的时尚轴线 台北时装周正走上台湾时尚的新起点 它让长久被忽略的台湾时尚产业站上舞台 也提醒我们不管你此刻穿着什么 时尚就在你的衣柜里 时尚就是你自己